大家好,我是小花家 今天我们继续的说三角梅 我们都知道三角梅开花是从顶梢开花 枝条发的越多,顶梢长的越多,侧芽长的越多 花也开的越多 怎样使三角梅长出更多的侧芽呢 其实常用的办法就是修剪 但是有一些花友给我反映 由于三角梅的长势是比较强的 你会发现你修剪过三角梅之后 它只是在原先的修剪的地方长出一条枝条 而且长的是非常高 底下不轻易的发这个侧芽 而且你会发现枝条长得特别的粗壮 想让三角梅长出更多的侧芽 一是除了修剪 我们还可以通过药物分散 我们可以使用多效座 多效座可以抑制它的生长 就是在修剪过后 新芽长出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分散这个药物 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防止枝条长得是过长 再者我们可以通过牵拉的方法 促使三角梅长出更多的侧芽 这个植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顶端优势 我们可以进行横向侧拉 可以去除它的顶端优势 它的输氧管横向生长 植物顶端优势是向上生长的 芽点会从已经拉过的枝条 周围长出更多的芽头 像这一条 像这一条可以看一下 通过横向牵拉之后 边上的侧芽长得是非常多 长了六几条 如果你的三角梅长得就是这样 特别凌乱的话 我们都是可以采取 捆绑牵拉的方式进行 一是可以长出更多的侧芽 二是有利于整形 是非常漂亮的 我要展开 我们今天呢 也是分享的一种 最简单的 最实际的一种操作方法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在下方进行评论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拜